大家好,这里是汪哥说电影,我是弟弟,我们今天来分享一部有家喻户晓的桃渊明作品《桃花园记》改名的同名动画短片 东晋太原年间,武林有个人以捕鱼为生,有一天他沿着溪水划船而行,忘记了路程的远近 一条小鱼将武林人的船顶下了瀑布,不知过了多久,等他醒来时就见到了一片桃花林 家岸树摆布,中无杂树,芳草鲜美,落荫缤纷,渔人对此感到非常诧异,他继续往前走 在桃花林的尽头发现了一座小山,山上有个小洞口 渔人便舍弃了船从洞口走了进去,来到一个土地平坦,宽广的地方 土地平矿,乌设俨然,有良田美池丧主之数 人们在田间来来往往,耕种劳作,男男女女的衣着打扮,全部都和外面的人一样 这里的人看见了渔人,感觉非常惊讶,问他是从哪里来的,渔人都一一做了回答 这里的人便邀请他到家中做客,村民说他们的祖先是为了躲避秦朝时期的战乱 率领妻儿乡林们来到这个与世隔绝的地方 从此,他们再没有人出去了,所以和外面的人隔绝了一切往来 村里的人问渔人,现如今是什么朝代,渔人把自己知道的所有事都一一说了出来 村民们听了都感叹惋惜,其余的人各自又把渔人邀请到自己的家中款待 渔人很喜欢这个无忧无虑的地方,想回家去做好安顿再回到这里 临走之际他遇见了一个老先生,老先生告诉他,不要对外面的人说桃花园的事 渔人为了能够回桃花园一路做好标记,结果一出来便不能再回去 他进城就跟人说了自己的这番经历 太守听闻后,也去寻找世外桃园,不仅一无所获,还差点葬身于父 一怒之下,他把捕鱼人抓来毒打,说他犯了散布谎言之罪 南洋才子刘子继经过此地,原来他也是听说桃花园后前来探寻的 刘子继请求官员将武陵人交给他来处理 捕鱼人将自己的经历一一地告诉了刘子继 还带着他四处寻找桃花园的踪迹 可惜没能够找到,刘子继就病死了 临走前刘子继问捕鱼人是不是在骗他 其实连捕鱼人自己也不知道 他到底是真的去过这么一个美好的地方 还是说一切都是自己的一场美梦呢 实际上这个作品反映了桃渊明对当时的黑暗现实的无奈 他虚构了桃花园这么一个乐土 表现了自己追求美好愿望的袭击 这个动画曾经获得过国际金奖 整个画面都以皮影戏加水墨画的方式来呈现 人物形态生动自然 配乐也相得益彰 充满浓厚的中国风色彩 有兴趣的小伙伴可以搜来看看 这些东西的小伙伴可以搜索的小伙伴